依照王力,吉安乡清洁队一样也是在初四开工 25号一大早8点还没到 清洁队全体投入垃圾清云服务 为了体恤清洁队员辛劳 麦当劳也特别送上热腾腾的早餐 慰绕清洁队员暖胃又增添体力 乡长优淑珍也为免大家 更提醒大家寒流来袭 务必注意保暖以及自身工作的安全 为吉安乡亲做好完善的洁净教育服务 史上最长的年假还没有结束 又逢超级冷风刺骨寒流发威 吉安乡邮淑珍轻送开工红包交打气 邮淑珍表示春节前后都是清洁队工作量最大的时刻 希望乡亲们在倒垃圾的同时 能给予辛苦出勤的队员们一个暖心的微笑和新年祝福 邮淑珍感谢麦当劳企业对吉安乡清洁队的认同和肯定 五年来不忘地送开工爱心早餐来慰绕 谢谢在地企业麦当劳吉安店连续几年来到了我们吉安 为我们最精神最辛苦出事就开工的清洁队 带来满满的能量跟鼓励 相信一杯热腾腾的玉米红汤跟汉堡炸鸡块 可以带来他们活力充沉在今天辛苦工作的能力跟鼓励 辛苦的吉安乡在出事就开工了 所以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垃圾分类要做好 给我们清洁队工作人员在过年期间一个微笑一个谢谢 相信他们会忘记辛苦 吉安乡清洁队表示1月26号起恢复正常的夜间清运 请配合垃圾减量和落实分类 共同维护吉安亲近家园 民众也可以下载垃圾通APP 掌握垃圾车的方向和预计抵达时间 避免寒冬中的等待 借刘民盛竟然相报道